请收看 维新世界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四年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 我们现在要访问这位非常漂亮的师姐 非常的年轻 也非常的美丽 来 师姐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子军 我是新竹独北益心道场十九届的同秀 十九届 那算进来中美已经有两年整了 是 你好漂亮 你从事什么工作 我在卖衣服 真的 就是这么样的fashion才这样子 卖衣服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 晚上啊 对啊 有时候晚上是做夜市的生意吗 还是 不是 是店家的 但是又开到很晚 是是 那你就是店家的服务人员吗 对 太好了 有你这么样美美的师姐 在服务一定生意非常的好 还好啦 是是是是 那年纪这么轻喔 你为什么想说进来中门多做学习呢 因为 嗯 嗯 父母亲的关心吗 还是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嗯 也是父母亲的关心 我爸爸妈妈都有一起在学 是是是 对啊 然后我们家都是 我们四个兄弟姐妹都有进来学 哦是哦 太好了 对啊 太好了 好 那你进来学这两年 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呢 嗯 嗯 就是 艺经可以帮助很多人 是 对啊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是 嗯 你会在做生意的时候 会跟你的这些 消费者 你的客人 谈一谈 比较熟悉的 会谈到你来学习艺经的问题吗 不太会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就是 不太能接受这个 哦哦 刚刚开始嘛 是 那你为什么这么年轻 你可以接受 因为 因为有受过 就是 艺经风水的帮助 哦是 是的 因为我们家之前的风水 就是非常不好 对啊 然后造成就是大家 就是经济产有些困难 然后又身体不好 对啊 那改过之后就是 就是 对变得比较好 所以就是有受到我们这些 艺经风水妙法的这种法意啦 那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譬如说你在上班啊 那会忽然有遇到什么样的客人 你会想到说你所学的 相对待的方式 可以对你有帮助吗 在我们谈到艺经的时候 艺经我们谈到最主要就是说 要阴阳相对待嘛 当然客人来可能有个杀家 要给你杀了很多 阳刚很强 气势很强 那你怎么会对 你跟他对应 这就水源啦 对啊 水源 你不会勉强吗 不会勉强 为什么呢 大家就是喜欢的才买嘛 对啊 然后买的就是好高兴 是是 对啊 你这头发这么漂亮 留多久啦 大概两年了 两年 对啊 一直要把他留长 还是想要再把他修整一下 没有没有 还是要去整理了 是 非常的漂亮 我很难得在我们中门 看到这么美美的一个师姐 那现在已经四十九届正气班了嘛 那今天是来当义工 那你今天几点出门 我昨天晚上下班就直接来这里了 睡在这里吗 对 睡在这边 这里会不会很冷 还好被窝很温暖 早上都爬不起来 是啊是啊 我常常想说 高山上我们的 残吉山仙佛寺呢 其实是 这边因为是比较山上 比较有点冷 那真的睡得那么温暖 真的改天 我真的有机会来睡看看 是不是这种感觉 那今天是几点起床 今天七点 做什么样的事 我想了解一下 你的一严串的工作好不好 然后就起床之后就开始 嗯 先是送金安 做早课 然后之后就 帮忙 那个叫做 摆工 对对对 就是大菜啊 是是是 摆桌子啊 就是供菜啊 对 你是胖菜吗 你端菜吗 对 哦 因为我想就是说 中门需要注入这么样的 年纪轻的这些师姐 我们也是一样访问到一位师兄 也是今年才20岁哦 那他呢 对中门呢 他非常的认同 那你也是因为全家都是在中门里面嘛 那你来当义工 有学习到什么吗 嗯 看着他这么忙 你有没有学习到这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有有 大家就是很共同发心 完成一件事情非常圆满 是 是很殊胜 所以我们其实很高兴就是说 你在中门来慢慢再成长 因为成长的空间还很大 好 虽然就是说 现在的年纪轻轻 面对的镜头 还难免有点娇羞 但是我认为就是入了中门以后呢 你的内心的淡定会越来越够 所以在这里呢 你的成长了以后 你看很多事情其实是稳重的 那借由今天我们九九法会 那一公立人天的节目 请你来接受访问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由你 来邀请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学习义经好不好 好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是 我们今天美美的 我们的师姐 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哦 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谢谢你今天接受访问 谢谢祝福你 感恩 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欢迎收看鬼四年九九法会 义公立人天 我们现在呢 先来请我们这一位义公师兄 先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 阿弥陀佛 帽邪 是 那个 文言谈思 三宝弟子 连会员 现在 在 竹北异兴道场 十九届 感恩 是 师兄 真的还没有开始访问你之前 先生谢谢你 因为我们竹北异兴道场 这些 师兄师姐今天的录影 要感谢你的安排 让你叫跑上跑下的 有时候我们在录影的时候真的人手也不足 那所以说要请这些师兄师姐来 还是要很多的师兄师姐来帮忙 今天真的感恩谢谢你 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法会 我也是希望说每位师兄师姐都可以来 在那个在这边 洪 洪 是出广场舌相 来 推广这个 这个很深圣的 很殊胜的法会 是 这个九九法会是三十年 十年一次的 这是第三次 第三次的十年了 对对对 很殊胜 非常殊胜 是 因为 参加这一次法会 那我也在那个 我们祖先 我也安了那个联位 还有我的工厂 我的那个大陆厂 我也安了那个大联位 还有那个大陆工厂的地基组 我也安了一个联位 因为我要感谢 感恩他们给我们有这个 在大陆 有这个工厂 而且 因为在大陆工厂 这一次也刚好 有机会 卖掉 那我用 用很虔诚的心来感恩他们 所以说 安排了他们大联会 来听听吴话 太好了 这懂得感恩 虽然说我们在那里建设 这个工厂经营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想就是说 把这个工厂再转手给别人 那当然就是要感恩 在这个地方 你以前在这里也是生根 也发了业 那在这里真的 师父常开始我们说 我们人又懂得知恩 感恩 报恩 纵使呢 就是一花一叶 一草一木 我们都要感恩它 那您现在就是把大陆的工厂 有一些是转手了 那现在是全部回到台湾来了吗 全部回到台湾 因为在大陆转场 这个手续非常麻烦 因为有这一次的法会的因缘 所以说我 我觉得现在 我办的那个从 我都是很合法的办 也是可能是 那个场内的那个 守护神将 还有我们的那个福德正神的帮忙 所以说 办得很顺利 是是是是是是很严满这样子 所以非常感恩这次的法会 是 这个法 你怎么知道要去感恩这个我们的土地工 就是我们的福德正神 因为师父说 凡事有什么事情 要去祈求福德正神的时候 就要提到说 我是王三老祖的地主啦 福德正神非常的买单耶 是是是因为 我这个工厂 在两三年前 我就要卖 非常难卖 然后我 进入中美以后 我 我听了 师父的话 然后我就向 我们的 本师 鬼谷县师 王财老师师尊 画个宴 所以希望他能 让我把这个大陆厂很顺利的把它结束掉 结果这次法会前 非常 很 很 很妙 很好几个买族要来买这个工厂 很踊跃啊 是很踊跃 所以说 我非常感恩我们这个中门 而且我感恩我们老祖 非常的那个 他 给我 非常的帮忙 把我们这个工厂很顺利的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 那个买族 是啊 这是非常的顺利 有些工厂要做结束 或者是要转手卖人的时候 真的像您说的 办了好久 一年两年都还在办 很辛苦啊 因为 因为 那个老祖的 加持 所以说 非常顺 甚至于连会计师 律师 他们都自动找上我们 是是是是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你在这中门上进来多久了 我进来三年 三年哦 我记得好像 你们家的公子啊 好像有来上过我们的华人班哦 我们 我家 大儿子 他还来上华人班的那个建筑系 然后 二儿子 他来上华人班 是 是第八届 哦 是是是是 然后 他在精进班 他又上了两个月 是 所以他现在 他人生的方向 他自己可以 是 是 所以师兄刚刚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 呃 大家都是会觉得很深刻 您刚刚说学习到这个疫经的话 对人生的方向会比较有正确 方向感 那 就有什么样子来引发你这个想法 因为 呃 孩子长大了 他们很多 很隆隆隆隆 不知道找什么方向 是 他 他 他学了疫经以后 他就知道说 我该冲就冲 我该保守就保守 然后 我现在要走哪一个方向 是 他比较有那个 那个 有那个 思维 比较正确了 什么叫做进 什么叫做退 他比较会掌握得到 对对对 所以说 呃 非常感恩 呃 同时我我家师姐 他也 也上华人班 呃 他也是 对这个中门 也是非常的那个 呃 就是很 互识 是 是 太好了 谢谢 真的 我们看看我们的师兄 呃 在国外做的这些 就是外商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台商里面 在国外遇到麻烦的事情 真的很多 但是呢 大家如果知道 我们老祖的妙法 师父呢 开始我们的这些妙法 又这么好 懂得呢 我们好好的祈求老祖 怎么样用心来做的话 其实老祖是真的会加持我们的 是 那现在你来参加我们这一次救救法会的义工啊 那也是非常的发心 听说道场 在一心道场到现在已经一轮有三次 你都有来吗 有有有 我那个 我那个这个华会 是 如果我一有空我就会来 因为我 因为我知道我请我们家的祖先在这边听经文化 那我经常要来那个祝宋经这样子 是 圣经回向 对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说其实祖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啦 那你又这么样的发心 那又欢喜心来做义工 你觉得做义工最大的这种心得跟得到的这些功德法义是什么呢 在做义工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华喜心 我们非常的那个充满整个整个充满华喜 又是让我们祖先得到一个 那个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个听经文化 仰仗这个佛力可以那个拔度在西方极热世界 我想我们这些阳室的这些子孙能做的就是这些事啦 那所以说你那时 我们好像还剩下大概15天的时间半个月左右 那那时还没有来这边有跟祖先安个联会 或者是你有什么还是没有做到的呢 可以也在这个时候都还来得及 因为旧旧法会总共有99天嘛 那今年是第三次的第三次的十年了 来参加这个法工做了三次有什么样的心得 就是我非常感恩我们中美有这个 这个非常殊胜的法会 让我们祖先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3月26号农历的那个王残老祖圣诞的法会 或者是像我们这一次这么殊胜的十年一次的99法会 其实这都是敏扬两历的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听到师兄呢 又能够把大陆这个事情处理得这么好 那现在呢又这么安心的来专门来做学习 那全家人都这么样的扶持的专门 我相信老祖师兄一定会扶持加持你们的 祝福你们哦 越来越顺利感恩 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 阿弥陀佛 鬼四年99法会义功利人天啊 我们师父很幻想师父开心啊 说我们这一天才师父的贤士同修啊 大家都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 秦超是非常的伟大 因为我们中门所有的这些法务的工作 如果没有这些老虎功高的这些义功 师兄师姐 大家一起来圆满哦 那实在是呢 真的是很高兴的 不过呢 就是说 有这么多的义师师兄师姐 在我们的99法会99天的法会轮流来当义工 今天呢 也就是轮到了我们的基隆道场了 现在我们请我们这一位义工师兄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基隆道场 十八届 毕姓刘 我是刘宝兰 是 刘师兄在我们中门多久啊 大概 初期班两年啊 那中期班大概两年痛 应该大概四年痛 应该大概四年痛 哦 四年痛 要生日在我们中门也算有一段时间了啦 是接触中门这些 我们的妙法也真的是很多啦 你过去有在做生理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吗 我过去三四十年都在做生理 我是在买建材的 是 你家人去建材行吗 金山 金山哦 金山去建材行 要把这些东西买出来来市区 是不是会更骆驼啊 不过我们都做在地增加的生理 哦 是是是 所以你刚才有做建材 然后再来讨我们这种洋宅风水 一定是对很多如果说要去家的人 有这样介绍一下吗 介绍 因为我过去接受的都是一些建材的这些人 是 所以就跟我们这种草地有很大的关联嘛 是是 开始发展过去 很多建材的人也好 还是说以前一些建材的房子 很多房子是风水不如啊 这是确实的 是哦 所以因为你刚才做过这些建材 这些材料 年后你现在在我们中门已经有四年了 你也真的会发现说 哦 太想要进去不如法 看起来我们会急啦 他很急 但是就是说我们都是很谦虚 对方如果没有开口 我不会贸然去跟他讲说 你这位不好这位不好 所以就是说 既好呢 我们如果说有时间 应该多找一些人进来上课才对的 对 我这个中间也很积极的 尤其是那时在我们金山 老酒堂中去开一个处理班 老师也想说要继续在那儿再开班 是 我找了很多人要来上课 是是 好像有些人对这个 没有了解 没有了解 他们还是不认同 是 但是我这次做完之后 一段时间 开始我认为这个历经 我们没有认识是绝对不行 是 因为这担心我们一世人的这个 层面非常的大 这一定要认识才好 是是 历经是我们这五千年来 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这个地匯 所以说我们欢迎大家来认这个历经 尤其我们师傅弘扬这些 洋宅易经风水庙法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那你如果想说我们现在师傅还在中 这是世界诺贝尔世界和平奖 已经就是说 让世界已经有困定 我们中文真的是 得到世界和平的一个很大的方向 而且师傅也是我们世界和平的推手 那参经说我们这九九法会 今年是第三年的第十 十年一次的第三次了 所以很难定 那当然师兄 你现在来这做我们的法工总共 在这个九十九港里面 你轮流几次来 这个九十九港的法会是来两次 之前以前我们这做法会是来两次 是是是是 所以这几次的这些法工的工作 你做起来有什么样的心情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来到我们的聪明了 尤其来这里做义工做法工 这法院就开始大家非常有疼心 是 那这这我们 我们中文里面 早前有的社会上 可能大家有声称 还是有新闻地位 来到这里大家 青文比起来 都无分大小 也无分老幼 要有的 要是这样做 要是这样做 大家也做个欢迎的 这我还真感动 是啊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做的问题 真的是卧龙藏扶 可以说人才的季绩 大老家也有很多 当然这套路的修行乐也有 可是呢 到了这个地方就不分 大家都同样 像你说的 像你说的 穿笔的 褲子笔的 也是在做 做得干得干得干 这就是俗风 大家都做客厨的地方 无论如何 在我们这个 义工立人天舞 我们一定要把它弘扬一下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尤其这些法会 是名养养力 所以你这样做起来 你有感觉说 你在这个地方 学到什么 在这里做法说 学到什么 是 我是感觉说 这 这会让我穿不穿地帖 就说 这人 要有这些爱心 或疼心 这是很重要 是是是 要是要对待 还要是要尊重 是是是 在我们中文之后 这会让我会 感觉说 我在我这些社会 是多么的渺小 过去 我不知道说 我们这个中文才孰性 是 这是开始让我 一个人生 很大的 没有以前拿到的 是很大的遗憾 师兄 真的也悟到了 我们在外面 觉得 哦 只有我自己的世界 但是既然在中文以后 你才知道说 学了一经 智慧增长了 人家才说 原来自己是这么的渺小 真的很难得 所以 今天 您是几点出门 来这当法工的 是 我一台飞金山 我两点多 还没三点就飞金山出门 对 总共有几个学员跟你一起过来 我们开一部车子四个人 四个同学过来 是是是 那这一次我们基隆道场总共来了多少人 二三十月吧 哦 三十多月 是是是 真好 所以来这 有香菜 有贡果 有贡菜 然后呢 还要再洗盘这碗子吗 对 也要洗碗拌 洗碗拌 对 你家里还把你太太打洗吗 比较少 这以前都 因为我做生理也不行 总是因为我们太太 他在家的料理好学 就是我讲究做这个工作 是是是是 非常好 那当然 就是说来这里当了法工 学习到了怎么样 互相尊重 互相对待 大家互相来学习 这我们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很欢喜 师兄来接受我们访问 祝福你好不好 好 谢谢你感恩 阿弥陀佛 并罗心安 互相对方主神愿 互相相安 郑按龙二走 就像布小紅 自参与之咱 秋山凌日炮 正久 吾对王主心灵 别走先天分离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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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生意要赚钱,利润够,不错啦 你今天我们做文字设置多久了? 大概99年嘛 大概是三四年的时间 现在算正期班了嘛 正期班,对 你在你的家去到大厨会选择吗? 不分年啦 大概多久? 大概走路大概15分钟吧 你都走路? 不一定 走路也不错,走运动 是,很好 那来做法工总共做了几次啦? 好几次我记不得啦 记不得 在我们99法会做几次? 其实我会好像第一次 那你说记不得的是因为我们也有老祖圣诞法会啊 还有就是基隆道场也有这些法会啊 你都有来做技工吗? 有 我差不多有来参加 那都做什么? 就会切水垢啦,洗水垢 你还要切水垢啊? 是 你在家常常在签吗? 有 有 有 做义工会很辛苦吗? 不会啦 为什么不会? 感觉很愉快 大家四兄弟在一起 是 很安得这样很愉快 不会累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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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你们这一轮我们的基隆道场这些师兄 大家在那开工和笑味道 对 对 大家和气 和气 是不是像一家人一样? 对 有这样大家称兄道弟啊 师兄叫我都很合适 是 是 那你现在来读书 家里还有谁跟你一起来上课呢? 没有咧 因为大家都忙啊 你当初是有什么快心要来上课? 因为我认为这个机会难得啦 这个王坛老子的妙法 从来没有看过 第一次接受到就 这个可以来练 是看电视的吗? 看电视 看电视 是哦 看电视 太好了 所以今天来这里 他们师兄有人说是洗碗盆 有人说香菜 有人说共菜共果 你做什么? 我是 是 烤蚊鸡 在那里 切那个令果 烤蚊鸡皮 要帮忙处理掉 烤蚊鸡皮是要煮蚊鸡皮吗? 对 真的哦? 我黑白搖到还没搖到 就是头一次啦 在家里人很少机会做这个事情 是啊 所以在这里做了以后 回去一天会把你带来倒三天一下 应该会吧 因为我会比较不容易 是是 但是你不是说你带休了吗? 带休 现在人工不好勤 啊 就要帮帮看电话啦 接下生意 是啊 虽然带休 老当事长有哪个校长减工精 对对对 现在大概就这样 因为人工现在很难找 是是是 所以你今天天天八天来这里做义工 很感谢 感恩 义工真的很辛苦 精神很伟大 感谢你 感谢你 教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年轻 谢谢你感恩 感恩 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师姐 现在我们还是一样哦 邀请我们这一位 义工师兄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师兄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请你怎么介绍一下 我是基隆道场 第十八届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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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这些过程 還有二十幾個教室都輪流來 總共在基隆道場這一邊輪流幾次? 我這次是第三次 第三次? 對,第三次,對 你三邊都來嗎? 我三邊都來 是喔,太難得了 我退休了啦,退休剛好有時間嘛 難得這個法會這麼殊勝 我現在沒事了,就對了 你以前還沒退休,你做什麼? 我之前在金融機構有 在金融機構,在銀行 你是跟錢在一起的? 對,對,數錢啦 很好,很好 有錢數也不錯啦 對 不過在銀行機構裡面 開始學藝經的時候 你退休了以後再來學 還是還沒有退休就來了? 我是退休以後 看到師傅在電視上洪華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基隆道場有在招生 是 然後我有就有興趣了,就來報名 所以我是99年那時候來報名 99年出生的三年差不多 三年多 三年多 三年半 這三年半是月經 包括你來這裡做義工 你覺得我們中門出生的地方在哪裡? 我感覺我們中門就是 因為其他那個慈濟我也走夠了 還有那個活光山我也走夠了 結果我覺得我們中門 我覺得師傅最偉大的地方 他就是在無私的奉獻 而且在追求世界的和平 我想這個師傅的大宴不簡單 所以我們作為師傅的弟子的時候 一定要盡力來扶持 師傅這個大宴要世界的和平實在 一向大功臣 所以我們作為師傅的弟子 大家一定要盡心來扶持 來擁護師傅 讓師傅這個願望能早日實現 我們師傅奉元禪師 就是世界和平的推手 我們說世界和平的文專手 開車的人很重要 你看他帶領了我們這些學員弟子 大家希望邁向世界和平 這世界和平首先 第一個就是要求我們內心的安定 對師傅開始就是要先 我們師傅傳這個疫情風水 就是要我們每一位弟子協言的話 或者台灣信眾的話 每一個人大家都能心安 那心安了以後 家裡安定了以後 才能有辦法推通這個社會安定 國家安定 然後在國家安定以後 再整個把世界這樣才能和平 是 所以其實我相信 雖然師兄進來四年的時間 將近四年 我進來十幾年了 可是在我們還沒有進中門的時候 我們總認為說 世界和平好像只是一個口號 但是我們今天要做問之後 你才說老祖師尊跟師父呢 這麼樣的用心 要帶領我們全世界的人 達到一個世界和平的一個原點 這個就是非常的困難 真的是從人心開始 總覺得好像我們進了中門 我們的心情跟我們的心情不一樣 對 我之前還沒有進中門的時候 我自己也還神 信仰很少 進到中門來的時候 我看到師父這樣做 我自己的信仰慢慢慢慢把它擴大了 現在比較不用小事情 有大家兄弟事情 之間的小事情 之前會比較計較 現在有兄弟嘛 大家都一場 難得有這個機嫌 什麼事情就把它砍開了 砍開了 砍開了 人都覺得很舒坦 晚上很好睡覺 沒錯 你說了這個 我就想到說以前 我住了一個地方 剛剛好有幾個姐妹 是因為想說姐妹 大家兩個姐妹 兩個姐妹大打出手 結果呢 就為了這樣子 後來一個妹妹就搬走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可笑 在那時候想說 哇 大家怎麼這麼嚴重 這錢呢 本來好像不行 結果沒有想到 我們進了中門以後 小事嘛 錢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是小事嘛 對對對 這個錢的話 人人喜愛啦 但是你誤會 你知道了以後 這個錢是身外租物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嘛 夠用就好了啦 尤其是兄弟姐妹 難得大家有這個機嫌 同一個父母親生下來的對不對 這個親情很難得嘛 為這個錢 小事情把它鬧破 那個親情兄弟 這個親情都沒有了 那是很冤枉啊 非常的冤枉 也非常的可惜 那就是心不安啦 對 心就不安 師父經常跟我們說 我們害了三毒 貪真吃還沒有完成好啊 對 不過要借這個三毒 還不簡單 是 盡量做 我們進了中門 有接觸到這麼好的一個廟法 我們盡量來修啦 阿昌正哥 你現在有了我們總門這樣 也是快四年的時間 也做了很多法工 你覺得法工 為什麼這麼的重要 因為像我們這個團體這麼大 而且師父這個九九法會 又這麼時間又這麼長 你說沒有每個道場 大家輪流大家來付出的話 因為有的師兄姐 有的要再上班 對不對 有工作 那就沒辦法來啦 所以沒有 已經退休了 像我已經退休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基隆道場 我輪了三次 我三次都來 難得有這個機會 能夠為這個老祖 為我們的祖先 這等於大家 為我們的信眾 大家來服務 我感覺很難得 對 所以大家同心協力 那這個工作 不然那麼多 才有辦法圓滿的達成 所以我們很尊敬的師父 弘元禪師 很讚嘆我們這些法工師兄 師姐們 大家都是這麼辛苦 對禪師兄 你說有的要上班 有的家人又大大小小 還有很多 有的做生理 有的是說 家人禪師交代給太太 我先出來做義工一下 那這種精神情操 都是非常的偉大 那當然來做這邊 這些法工的工作 做了三次以後 應該比較嫁輕就熟了吧 對 像這次來的話 各方面的工作的話 就那個 我們這邊有 中港道場的那個 蔡師兄 只要一交代的話 我們大家 即使把這個工作 很圓滿的把它完成 大家已經嫁輕就熟了 對已經第三次了 對 太好了 那當然我們很高興 看我們師兄精神這麼好 然後又這麼虔誠 又這麼歡喜心 來當義工 我相信日後 在我們的中門 越來越多的這些法工 都能夠盡量來參加 來承接這種歡喜心 這是非常難得 而且義工的功德真的是無量 今天我們很感謝師兄 來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您 也祝福您越來越好 感恩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歸四年九九法會 義工立人天的節目 我們今天還是要來訪問一下 這就是在我們的基隆道場 一位義工師姐 師姐妳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妳好 師姐請妳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我叫張家珍 是在基隆道場二十屆正氣班的學生 二十屆 你們就進來兩年 兩年多 兩年多 因為二十屆是新的一屆 對 是是是 阿彌陀佛 我聽不懂 客傳聖的 打打工 對 打打工 不錯啊 很好啊 現在還要 人要再請人 我們可以多少去做 有 要要 我們師傅常跟我們開始 其實我們人們會做盡量做 不要說我們會做 我們還有這個 家人利用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都要盡量做 不可以說阿彌陀佛 坐在那裡看電視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喔 你覺得 對啊 因為說實在的 現在那個電視節目 講真的不太營養 說實在的 就是說有時候 就是我們那個 微信中的節目看一下 其他說實在的 帶小孩也很忙 所以講真的 就是說每個星期 能夠到道場去 理個佛啦 上個課啦 就是這樣子 對 很難得 所以 其實我看你很年輕 你說在帶孫 但是呢 就是說 你在這裡上課 你去到這個大陀佛 是都走路還是騎車 那多久 因為我本身 我本來是基隆 我住在基隆 那因為女兒在 我帶孫在中立 所以我每個禮拜 都從那個總立坐車子 到那個 到基隆 再走路 在車站走路過那個 基隆道場 然後下了課 就要回總立啊 對 那有時候回基隆的家啦 不一定啦 就是說 有時候基隆的家 也要回去看一下 對 這個媽媽好偉大耶 嚇著女兒子 帶孫子 對啦 然後去帶女兒子 對啊 要上課再回來給人這麼兇 對 是不會辛苦啦 不會很高興 因為說實在在道場裡面 很單純又很溫馨 所以說實在的啦 好像每個星期一 星期一晚上上正期班嘛 那那個星期二下午 我會再回道場去那個聽課 那個 因為之前那個學的好遠一點 不太了解的地方 所以說會再回去再聽課 再複習一下這樣子 對 沒有錯沒有錯 我曾經聽一位師兄說 第一次開始上頭一年的時候 好 感覺自己很厲害 後來呢 上了越久了以後 覺得越不好意思 對 對我就是這樣 對啊 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怎麼這麼厲害 前隊離證性敢說我背得這麼好 那個六十四褲我也背得很好 可是一到那個磚褲褲褲 啊 還差一點 怎麼會這樣磨掉 中間這個空檔 對 對對對 還沒有誤到 所以說 現在還是要利用時間一直去學習啦 那事實上因為當初我自己也有一個小心願 就是說六十歲以後就是要自修啦 所以說我六十歲以後就好像就走我們道場 因為在電視上看微信中那個電視啊 覺得說很不錯 好像說師父講的 其實一剛開始很好玩的 怎麼會說 夜間風水 怎麼會說夜間風水 因為我沒有看到那個字幕 我只是在別的房間 然後聽到夜間風水 那我才想說我們家的廁所好像不太如法 我也來聽看看 原來不是這一回事 是一驚風水 不過說實在的 這樣就怎麼聽到的 那個時候心情也不太好 那結果到那個道場所生的那個原道法師很照顧 他說 很好 很好 很溫馨 他說我先到你家去看看 那看怎麼樣再講好了 就是這個姻緣 所以就是變在金龍道場上從我吊床的那樣 是啊 太好了 所以就是這樣 每個人進來中門的緣分真的不一樣 雖然這麼多人這麼多人的弟子 師父的弟子這麼多 好像很多人都不一樣 不過你剛剛在講話的時候透露一個秘密 你有超過六十歲了 剩餘了很多 可是我看你很年輕 因為我們中門料理有覺得比較快樂嗎 是真的 其實以前我在做生意 那做生意求的是什麼 賺大錢 可是說實在越求越沒有錢賺 那到道場以後說實在很奇怪 我就變成從來不求錢財 我只是跟老主說 請老主加持富佑 大小平安就是這樣子 結果一點一天的心情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會覺得說沒錢也一樣快樂 是啊 對 所以其實凡事不能強求 我們有的專門 我們老主事總跟我們開始 有緣則度有德則住 那順其自然不可勉強 要看人家做大傢伙做到這樣 可能我們不是大傢伙的料 可是看人家賺錢賺到這樣 我們有小錢可以過活就好了 其實這樣想一想 心裡安心我們就快樂了 對對對 那你今天來當義工 總共來我們舅舅侯會當了幾次 兩三次吧 兩三次 那做的工作有一樣嗎 大部分都是香吉祖的工作 做什麼 陶獨華師兄考漢族 你有考過嗎 下菜庫 下菜庫 還有香菜 今天就是我們吉隆道場來這裡做一天 然後再回去 會累嗎 不會很快樂 以後搖義工會不會打前鋒啊 一定的 對 今天老房文師姐我很開心 我看你這麼開心也感染了我 那希望我們現在都是同修 就像姐妹一樣 要在我們中門裡面 我們都能夠越來越精進好不好 一定的 好 這下有心 祝福你喔 感謝 謝謝 阿佩佛佛 還好 感謝 感謝 我們要唱一首 祝福你 感謝 天主在王主心靈 祈祟先天奉毀拜 天主真中真花開 千千妙祢做年代 天主在王主心靈 祈祟先天奉毀拜